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第五第六日的日本vlog 基本上就是Shuafei的兩日 買買買買買,吃吃吃吃 順道一提,這個在足地吃的當飯一點都不好吃 想著日本不會有冷吃的東西,隨隨便便就進了一間餐廳 結果真的不好吃,但也有吃到好吃的東西 吃不飯就去了銀座,弄圍見到Gap的旗艦店 走了幾圈就發現,嘩,東西就好貴 慢慢放下,慢慢逃走 去到Lumen,除了買,就是吃 我每次去日本都一定要吃Hertz這間蛋糕店 結果Lumen都有分店,就想,到最後一天在日本 今天不吃就沒得吃了 又見不到很多人,就排隊 結果等到變亡膚石 這個時候的講,已經等了半小時 非常適合和大家介紹新Cost Policy 新Cost,即是沉默成本,又稱為沉建成本或既定成本 在經濟學和商業決策制定過程中,會用到的卡點 才已經發生定期不可收回的成本 沉默成本和預期成本連成對比 要連儲物體採取限度可以避免利拿成本 換到來,沉默成本可以過去施設的金額,以利亞決定 嘩,我介紹完都還未排到 男友軍已經等到不久,人徒手了 等下一個小時,終於賣完蛋糕了 我們的Energy已經拿來排隊 瓊吞了的Lammy就轉戰Breams 回酒店前,就去了新酒店 新宿的譚仔三哥買外賣 買了三型食物 湖南土匪雞翼 香草芝士鮮圓茄 蒜燒茄子 但全部都 都是香港的三哥比較好吃 到第六天就準備回香港了 我們下午才飛,所以早上再去前草吃東西 剪影片的我都有少少佩服 自己一小時內竟然可以吃這麼多東西 難怪我回香港之後 胖了兩公斤 吃完東西就回去收拾行李 然後就去機場 順利的行李,順利上飛機 順利回香港 哪有這麼順利啊 肉之後是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 試一完